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跟普通的top of the table是不一样的 并且是life member 只有荣获这个奖项超过十年以下 才是life member是非常难得的 也是加州唯一获得全美健康保险业的终身精英奖的得主 life time and a qualifying golden eagle 华人权威 赵世文 也谢谢大家对我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没有你们就没有我Simon今天的成就 说谢谢大家的这么努力的去support我 谢谢大家 是刚才我听了Simon跟我讲的一句话 我心里面是很大的感动 Simon说 It's not about money It's all about how to serve clients 已经达到了这个level 其实这个跟我有点像 我们今天来讲 是退休理财 及早规划 提前退休 多倍的收入 并且越领越高 有这么好的事情 绝对有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二月份的时候这个promotion高达22%的红利 22% bonus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客人把他们的40EK IRA Pension 403B 457 TSP 所有这些退休计划 这下个来了 还有一些客人把现金 他们的CD Cash roll过来我们这套计划 为什么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呢 有很多人是要做一些consolidation 因为这个公司开一个 以前上班的雇主又有一个 现在的公司又一个 到处都有不同的40EK account 怎么去consolidate 组合一下 第一个 这个原因 为什么要调动 第二 就是采用我们现在这么高红利的计划promotion 我刚才讲了 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22% bonus 现在可以几乎上 我去四个office 每个office 每天都排着队来看 排着队来看 现在呢 这个bonus是20% 20% bonus 这个20% 继续我们三月份开始 就有这个20%的bonus 20%也很好了 对了 对了 所以无论您现在手上有10万 你转过来 马上您的account就 加2万2 如果你有一百万 转过来的话 马上就多赚22万 是您的bonus 您的bonus 马上在您的account里面 就会反映出这个数据 第二呢 我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您的理财工具 特别是我们讲的退休理财 退休理财 您整套的规划 里边该怎么去设计 具备起码有四个功能 我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功能 您是必须要有一个保本 继续增值这个功能 你不能跟着market走 market上你就赚 market下你就亏 你的计划绝对 完全被打乱 对了 而且您所赚的肉都会回去 OK 所以第一个 您的计划必须有这功能 保本继续增值 第二 您的计划里边增值的计算法 比如说 举个例子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多加百分之五十的增值 所以比如说market给您10% 你多加50%就是五个percent 实际上你的growth inside你的累积计算法 就有实际上15个percent 15% 所以这个是我们叫一个multiplier 在你的basis上面一个multiplier 第三跟大家分享就是 如果您需要动钱的时候 用钱 用钱 动钱 有没有特殊的规矩 还是说 你可以有不同的liquid方法 流动的去用这笔资金 既然是特点 可能就有 就可以了 第四下来 第四下来 我们讲到 您的退休计划里边 有没有这功能 是我们叫做lifetime income 终身养老金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讲到人在前在 无论你活到八十九十一百 甚至我们今天早上 有个客人问到 我活到105十怎么办 OK 没问题 105岁 有钱活 我们还会继续 造价给您这个养老金 那还有啊 你说越拿越高 会这样吗 对 没错 所以如果您今年的income 在这个数字 你今年market return 增高了 你下一年的income 就会自动升高 OK 所以这个是越拿越高的功能 我本来以为还有一个特点 为什么这个这么attractive 就是因为现在 很多人在退休金 都是参与股市 那2016年的股市 波动性很强 没错 这个就可以保本 就可以让自己的 总共的资金 不至下跌 没错了 我有一些人是上年15年 跟我们谈理财的时候 他这个心非常红 觉得market可能还继续上升 OK 等我再等多赚一点才赚钱 其实我今天在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的account已经亏了20% 亏了20% 那我问他 你猜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你原先的数据 不是想赚钱了 OK 他说很难说的 现在是吧 那我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你经我的advice 起码你把一部分你现有的资金 转到我们这些保本增值的计划里边 马上上升到22% 没错 20% 现在 现在20% 对了 所以起码 他要维持多久呢 20%可以给多久 很难说 所以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 This good deal promotion is not forever 所以我建议大家马上采取行动跟我们联络 开这个账号 你就马上可以得到20% bonus 也还是很attractive 但是任何的产品都有suitability 就要请大家打个电话给Simon 来评估一下 看看您是不是适合要有这种理财的工具的 OK Simon 给我们做一个wrap up 退休理财的这个规划的工具里面 必须必须具备的哪几个重要的功能 对 首先提醒大家 您的40EK IRA Pension 403B 457 或者甚至一些CD 或者现金 你想开这种类的理财方案 那么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在你整个组合的那个financial planning里面 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包括四个功能 第一个要保本增值 第一要保本增值 第二 随着market增长 但是不会掉下来 随着market增长 但是不会掉下来 这个是很关键 第二个功能 第三 你要考虑到 这个program的增值机会 能不能够多加50% 你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说 如果现在market回报10% 多加50%变成15%呢 不得了 没错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功能 你一定要安排一下 第四 你现在的退休理财计划 有没有一个guarantee 这个gmg就是您终身的保证 可以领取这个养老金 无论你100岁105岁都还继续收 日本金用完都还继续 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Simon非常感谢你 20% bonus 20%红利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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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right 没有听错 从现在至4月18号前 您可以马上roll over 本营的401K R1403B TSP 甚至天选 请立即拨打 保险预财球员 赵斯文 Simon Q的免费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完全自家offer 协助大家安排您的roll over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昌星珠宝名赚总会 昌星每刻针时都请严格挑选 相公戏具 恒久珍贵 散发璀璨光芒 凝聚最人魅力 昌星代理世界顶级珠宝 Arts on Fire Roberta Coin Igimoto 肖邦 国爵 宝克利 庆祝每个难忘的日子 要挑选最昌星完美的礼物 昌星珠宝是您的首选 圣河西 Westfield Value Fear CH Premier Gimmy Peters环球广场 查询请电4089832688 理财权威赵世文 畅谈如何把握 报税截止日前 拿到20%红利的理财方案 退休金越领越高的 退休理财良机 Long on Time的Andrew B 为首次买房的年轻人 提供有效的购房须知 和诚恳的贷款建议 Keller Williams 董彦杰 凭多年房地产经验 分析买家需求 客源分布 以及细股地产详细分析 请于本周六晚七点半 准时观赏 娱乐漫谈 中文筹资网将在 4月16号周六下午 1点半至3点半 举办免费股票投资奖座 三位嘉宾三个主题 沃阳王 成功投资美股并不难 如何高成功率低息 高抛 Richard王 对期货认知的正确观念 形态分析的趋势预测功能 Berry Potkin 股市之外的种种投资机遇 多元投资理念 报名电话 800-958-8561-888-631-5510 春天到了 又开始打喷嚏 流鼻涕 眼睛痒 鼻子堵到睡不着觉 哮喘也发作了 找谁呢 我朋友的孩子有试诊 皮肤又红又痒 还有严重的花生过敏 找谁呢 我最近脸上脖子长红斑 是不是防晒霜过敏呢 找南湾过敏及哮喘专家诊所的 徐安宁医学博士 徐医生毕业于美国 披子堡大学医学院 在耶鲁石坦福和加大旧金山医学院深造 现为美国过敏 免疫 哮喘 专科学院院士 徐医生医术精湛 经验丰富 对病人温柔耐心 三户费 Mountainville Los Gatos 三家诊所 结成服务华人社区 预约电话 408-286-1707 286-1707 现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位是保险理财世家的赵世文 他是在我们湾区的保险理财方面的权威 但是这些都不是太重要 Simon 你猜我要怎么介绍你 对了 我是一个Bank Fund Retirement Specialist 我要介绍他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这个最亲切 对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 就是银行融资理财 什么叫做银行融资理财啊 对 Bank Fund Retirement Plan 银行融资理财 这一个计划呢 其实不是一个新的计划 在历来呢 过去这几十年已经拥有了 几十年都有了 对 只是说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没有听过这个计划的原因呢 那为什么现在promote他呢 对 就是因为以前的资格主要针对是一千万以上的人士 资产要一千万以上的人 对 以前 现在不同了 我们把这个计划大众化了 现在如果大家有一百万两百万的资产的人士的话 都有条件 有资格了 所以不论我们朋友 以及很多的律师 会计师 自顾人士 CEO Executive 这些人士全部都有这样的资金 去融资 那么这个program是怎么一个运作呢 对啊 自己只需要付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 百分之七十五呢 是来自于银行 像银行件 这个跟买房子差不多 没错 其实就是好像financing一样的一个用意 就是利用资金的钱去赚钱 而且下来的效果肯定是三倍 最少三倍 福利啊 benefit是三倍啊 对 以后回来这个income可以得到是三倍 这是个什么呢 所以基本上一套计划里边 包括很多不同的项目 那主要这个benefit呢 第一 包括这个延税的功能 defer tax tax defer growth的功能 第二呢 有零风险 就是如果market 没风险 没错 好像最近market有这么大的调整 volatile 对吧 如果这样的话呢 这个计划绝对不会受到影响 大家的本金都是保本的 所以这个第二功能 第三呢 投保育这个计划之后 除了将来有这个退休金 还有包括长期护理 伪重疾病 甚至也有人受保险在内 所以整一套的理财规划 也都可以说非常完善 很多我们客人 也需求的一个理财方案 原因是什么呢 很多刚才我提到 这些高资产高收入的人士呢 他们在公司里边的 401K已经maxed out 所以无论他们的 401K pension profit sharing 这些全都已经maxed out之后 都放满了 对了 他怎么样或者怎么样的工具 理财的规划 才能够达到另外一个目标呢 因为在401K pension define benefit的计划里边 所存进去的一笔资金 全部百分之一百 要打税了 当然 打税之后 the net result 只有一半 so就算是大家 现在有一百万 两百万的退休金也好 没关系 你要预计 以后将来退休用的时候 是剩一半 一万一半 是给uncle sam 这个就不会吗 没错了 defer tax 没错 所以我们这个银行 融资理财计划 另外一个最大的意义呢 就是以后把这笔退休金 淋回享用的时候 都是免税的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 最重要 我们很多很多人士 就针对需求 这样的一个退休计划 还有 flexibility 通常 退休计划 都是一定要等到 59岁 但才能动用 对啊 对不对 我们这个不用 我们非常高的flexibility 就是无论你什么年纪 决定退休 都可以动用这笔退休金 嗯 往往我们很多人士呢 都会提到说 40来岁 50来岁的人士 我们跟他谈理财 规划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有一个共议 是说 希望能够early retire 但是都不想 对 但是都不想做到65 太累了 太累了 对 享受人生 Enjoy life 对不对 做什么样的工具 让您可以退休的时候 不用担忧 还有 退休生活的费用 绝对足够 也不用上这么多岁 所以一定要利用 我们这个 Bank Fund Retirement Income 银行融资理财 这个计划 那么我再重复一下 自己只放进去 25% 75% 银行可以融资 但是这个会不会变成 自己的credit report上面 秀 我们的debt liability 会增加呢 绝对不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 特别的specialized program 我们这个specialized program 第一 不需要collateral 所以不需要collateral 通常银行贷款 都需要你有一个抵押 我们这个托管 没抵押品 不需要抵押 第一个 第二呢 这个也不会影响 您的这个credit report 好 那么Simon 这个是适合什么样的人 几岁以上 所以基本上 我们建议这些人士的话 如果有稳定的工作 有高收入 高资产 这些人士的话 绝对绝对要考虑 这个理财的工具 这么好的话 Simon来给我们 举几个例子吧 对了 我们有很多很多case 最近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一个case 就是一个single mom 他投进来我们这个计划 首先他的背景是这样 他是一个跨国公司的CEO 刚才我讲了 高资产 高收入 而且他在公司里面所有为自己安排的退休计划 已经全做了 max out 他的401K 他的defined benefit profit sharing 全部已经做好了 以及也规划好了 那么来跟我谈讨这个理财规划的时候呢 他提出几个要求 那我们这几个要求都在我们bank from retirement计划里面拥有的 哎呀 第一个 他要求 因为他是single mom 他如果发生有什么事情的话 他不用烦当女儿 也不用朋友借贷 自主自主 没错了 所以他运用我们这个计划呢 就包括长期护理险 微重疾病险 还有呢 下来呢 他的所有退休金已经放满进去他的41K 但是一定要59岁半才能动 他跟我谈到这个理财规划 他的另外一个想法就提早退休 提早退休怎么能做得到 我们这个计划是没有那个年纪的条件 所以绝对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们这位48岁的女士呢 他每年放进去5万8 然后总共他放进来一个数据 大概是接近29万 只放5年 只放5年 对 从5年他放多少 我们的bank match多少 第6年到第10年呢 他不用放 就完全一纳放了 对 全部一纳放他支付 所以他总共放进来这5年 才是29万的一个数据 银行人资 他有80多万 所以累积下来的话 如果他退休65岁 他可以领出总共有超过150万的退休金 就除了还银行之外 对 哇 他可以领出到150万的免税收入 除了这个以外 万一他有长期护理 维重疾病各方面需要 他也可以下 他可以免税方面的福利 三百万 也有death benefit 对 当然 所以要经过一个体检 对全部的审查过程都有要求的 好 谢谢三门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产品 这个计划 有兴趣 想要询问 大家知道怎样找到三门了 三门非常感谢你 谢谢您 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的节目结束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祝您中午愉快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20% bonus 20%红利 Yes Yes That's right 没有清楚 从现在至4月18号前 您可以马上 如果本人的40EK Ira 403B TSP 在此天选 请便宜获得 保险理财权为 到此为 三门区的免费电话 1888746 6688 1888 746 6688 关系 自家网络 协助大家安排 一个rollover 或者上网 time888.com 董燕杰房地产经济 Kellor Williams Tala Auto 董燕杰 归股从业14年 现有两房要卖 Smancara三房二玉 1500尺别墅 在Gemstar街上 地有5500尺 已将收获 至苹果公司 只有三英零 开价120万 还有一块地 在Assetan 编两英亩 要加650万 董燕杰 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请致电 650-867-1248 650-867-1248 DRE No.013-1923 市面上太多金融产品 让人默不暇接 不得要领 潘石理财负责人 Siri Pan 有鉴于此 未雨筹谋 将于4月2号 上午10点举办 Creen Retirement 须知 针对四大重点 第一 Retirement Income Source 第二 Retirement Distribution Strategy 第三Medicare 第四 Social Security 请务必参加 预值详情 请致电 877-888-9858 877-888-9858 登记报名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 4月2号 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稳定的针酒师 夏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级硕士 无需医学内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学费优惠 执照通货率遥遥领先 硕士升读 博士奖学金最高3500元 请致电 408-738-8889 408-738-8889 Rebecca Lean 专业地产团队 为您细心规划地产投资 帮您办理房屋买卖 我们还可以为您一买一卖 同时操作 以便资金周转 详情 请致电 Rebecca Lean 408-720-6800 东豪理财是美国正式注册的投资公司 毕业于史丹佛大学 拥有史丹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张东豪 以丰富的经验 为个人和公司制作 实施特定的投资计划 投资是一等一的大事 张东豪投资四面 注重回报 风险 税收 费用 要知道东豪理财 如何为客户面面俱到 请来电查询 408-689-2509 网址 www.askdz.com askdz 现在介绍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在湾区服务有20多年的历史的 保险界的世家的权威 赵世文 Simon Chu Simon你好 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已经快要到了报税的季节了 在退休金这个提早规划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要做在报税前4月18号是Due Day的最后的冲刺 那有哪些人群应该包括在要冲刺的里面的 所有有关注自己退休规划的人士 都必须采取这个行动 那从二十几岁以上一直到退休的人士 对 起码到七八十都可以的 都可以 对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针对不止于我们大众话 每个人针对自己退休理财的规划 有兴趣的人士都继续要留意 还有特别针对 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我们伟大的女士们 哇你已经在替母亲节铺路了 对提醒大家 因为理财规划 不止于大部分的人士都是男士来规划 原因都是head of household 对 然后现在来讲呢 陆陆续续很多女士都开始参与她们自己的退休安排 当然 主要 应该的吧 对 几大原因提醒大家 第一 女士通常的寿命比较长 平均比男士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钱 长于两到三年的时间 第一 第二呢 我们平均现在的退休人士到了65岁之后呢 可以说one out of ten的人士会活到95岁 所以无论男士女士 现在满65的人士 可以one out of ten活到95岁 哇已经延长到95岁了 这30年的退休年份的话 那您的资金 您的规划该怎么处理呢 对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利用现在这个期间 也是报税这个季节 有很多人是找我们做退休理财规划的时候 for他们的401k roll over pension for roll over 403b 457 甚至有一些人是用cd 现金 去开我们这个退休养老金的计划 Aira呢 Yes Aira 也有 对没错 Aira或者是Roth Aira 我们都接受这种的资金 可是刚才Sieben提到的401k 它的deadline不是12月31号吗 Anytime还都可以继续roll over 对了 但是我们针对现在报税季节这个deadline 4月18号 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的promotion 就到4月18号节 真的 Yeah 就是20%红利 20%的红利 你一开账 比如说你有10万转过来 马上就有2万块的资金 是 bonus红利送给大家的 如果你有一百万转过来 当然就是20多万 这个红利 当然这个revision听起来 是有增加20个percent 但是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条款 当您跟Simon做one on one 这个personal的interview的时候 他就会很仔细的告诉您了 对了 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无论男士要规划最修也好 女士规划也好 那为什么我针对多提一下女士呢 为什么 除了年纪延长这个寿命 比男士长一点以外 通常女士呢 做这个理财的规划 这个理念呢 没有男士这么强 有几个原因 另外呢 还有讲到通常女士所工作 这个期间 也比男士短一点 当然这个女士的薪水啊 这个回报啊 工作的时间啊 以及这个收入啊 也有可能比男士的少一部分 谢谢你提到 这个也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女士也要提早规划 他们的退休安排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如果女士不去做 还是等对他男士去做规划来讲的话呢 有个人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是从我二十多年的经验 累积下来给大家分享 通常一对夫妇来讲 理财的时候呢 我都跟大家分享 他们这对夫妇 男士该怎么规划 女士又该怎么规划 是不同的原意的 那么另外呢 还有那当然除了理财以外 还有这个长期护理啊 维重疾病啊 人做保险啊 资产规划 所有这些 我都是一个full picture的 为大家做一个安排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 很完整的一个comprehensive financial plan 所以这个很关键 那我继续再补充 我刚才所讲 现在这个promotion 在4月18号之前的话 如果大家想采取行动 利用现在的promotion 有20%红利 另外呢 我提醒大家 无论男士的portfolio也好 女士portfolio也好 这一对夫妇 要规划一个完整的complete plan呢 必须大家的理财工具里边 拥有我以下 所跟大家分享的功能 好啊 第一个 您的计划 应该绝对绝对要保本 千万不要说 不能缩水 缩水 对 所以这个我们提到是 0%floor 千万不要缩水 或者是亏损 这个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 您的portfolio 必须要有一个退休 养老金的计划 是不用收费的 这个第二个 不收什么费 不收任何的运作费 management fee 或者是service fee 所以这个很重要 因为有往往很多portfolio 无论赚钱或者亏钱 本身那个advisor 或者portfolio manager 都会收一部分的费用 所以这个你就慢慢收水了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提醒大家 您的回报 每一年这个指数的回报 能不能够多加 50%的增值 这个是很关键 为什么说50%呢 这本身我们合约上 给大家这个 这么好的条款 就是您 比如说 今年market return 10% 你实际上 你的account会加上15% 因为多了50%的增值 不会缩水 然后又红利 对 又增长了多50% 没错了 那最后一个条件 你的parefolio 必须拥有 我们叫做终身养老金 终身养老金 就是永远用不完 固定拿 固定拿 拿到我们走的那一天 没错 并且越老拿得越多 没错 how can it be it's definitely possible 而且全部都是在合约上 标明 你拿的income 每一年都会继续升高 好 这个对将来养老 有更好的保障 是 抵消了通货膨胀 是 还有没有收费 您应该抓紧时间 千万不要错过 这个promotion的时期 在4月18号之前 马上跟我们联络 对 4月18号以后 可能就没有这个 给20% rollover红币的policy了 对 所以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利用这个时期 马上把你现在 那个退休年金的 一个组合 no 我重新一下 千万不要错过这些事情 把你现在的退休 计划 整合一下 consolidate at the same time define一下 你将来 所需要这个retirement 的事情 需要多少 我们全部都会 帮你规划起来 如果是一个 single的person 男的或女的 当然就是他们 自己的portfolio 如果是married couple的话 也赞成是 他们合起来 一起规划 还是也要有individual呢 怎样make more sense呢 actually我会 一个是combine family plan 另外一个是 他的男的 另外一个是 他的女的 去做一个规划 所以三套一起 combine 你的retirement 就会做成一个 很perfect的plan 太好了 今天我们访问 Simon的单元 提到了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在 报personal income 4月18号截止之前 必须要做的 最后的冲刺 当然退休金计划 理财计划 是什么时候进去 都可以的 OK 好 非常感谢Simon 太谢谢你了 好的 好的 这个单元结束 我们马上回来 还有一段 精彩的访谈 20% bonus 20%红利 Yes Yes That's right 没有清楚 从现在至4月18号前 您可以马上 Roll opening的40EK RWA 403B TSP 甚至天选 请一页拨打 保险理财全位 到此闻 Simon就的免费电话 18887466688 18887466688 完全四项 协助大家安排您的 Roll over 或者上网 Simon888.com 市面上太多金融产品 让人莫不暇接 不得要领 贪时理财负责人 SiriPen 有鉴于此 未雨绸缪 将于4月2号上午10点举办 Pre-retirement趋之 针对四大重点 第一 Retirement Income Source 第二 Retirement Distribution Strategy 第三 Medicare 第四 Social Security 请务必参加 预知详情 请致电 877-888-9858 877-888-9858 登记报名 纽约人寿城镇 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一共培训课程 合格者有提升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意者请致电 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电邮履历至 dongft.newyorklife.com 有没有人说是机会军等部主 张力 毕业于清华大学金融本科 有十年高科技公司 财务管理经验 及十一年 Morgan Broker经验 他不仅总能提供市场 最佳利率 而且可以解决 各种贷款的疑难杂症 请电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E-mail Lee at Lee章 cork.com L-E-E at L-E-E Z-H-A-N-G C-O-R-T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4月22号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职业稳定的针酒师 夏季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级硕士 不需医学背景 招收留学生 有志坚晚间周末班 学费优惠 执照通货率遥遥免先 硕士升读 博士奖学金最高3500元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亲爱的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股票的时间 让我们来介绍这个单元的嘉宾 并且热烈的欢迎 严继琳投资博士 严博士你好 周小姐你好 大家晚安 昨天加州这边一阵大风 让我想到华盛顿今年晚来的樱花季节 是不是也受到风一吹 这么漂亮的樱花就已经没了 就已经烟消云散了呢 对 你们昨天的大风今天吹到这里来 那个 对 Cherry Brasson 事实上我一个礼拜前去看了 那时候还没有前开 盛开是在大概前几天 礼拜四礼拜五那时候 那很漂亮没错 但是今天一阵大风以后 很多花都倒在地上 所以也是蛮可惜的 每年都是这个样子 开得好好的花 然后一阵风一阵雨就没了 我想这个股市如果是盛开的话 我们不希望有风雨 是 但是美国的经济 还有美国的股市 也都是看看谁当政 有的时候大家猜测一下 除非是特别不好的 否则大家都觉得 是不是还很安全 还很保险 那现在川普的 他的气势也越来越盛了 那有一个英国的 非常著名的媒体呢 居然用世界上十大危险的crisis 之一来形容川普当选美国的总统 将会发生的恐怖的事件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 因为那个英国 事实上也算欧洲最重要的财经杂志 就Economist 它里面有一个字囊 也就是叫做这个EIU的 就是Economic Intelligence Unit 这个他们专门给Economist做研究 所以我请问周小姐 如果说恐怖主义来 这个破坏我们全球的经济 你认为可不可怕 非常可怕 非常可怕 那他这个杂志 把他认为 川普赢跟这个可怕的程度 是一样的 哇 这真的是 违言耸听啊 所以他列出十个 所谓的Global Risk 那Global Risk的里面 它当然很多啦 它比如说包括这个 这个中国南海 发生这个军事冲突啦 还有英国 6月23还是13要投票 看要不要离开这个 欧盟 离开欧盟 还有这个油价继续collapse 这些都是他列在 十个之内的 所谓的这个Global Risk 可是这些Risk的程度 都没有这个川普赢 这个程度高 因为美国的经济体 还是全球最大的一个经济体 如果这个国家被 其实我觉得川普 现在最恨他的人 就是共和党本身的人了 对 所以事实上也不是 只有共和党 全美国 还有事实上是全世界 你像英国 也很怕川普当选 欧盟事实上都是 还有其他很多国家 很多人都怕的 所以他这一个 第一个 他至少他会 如果照他的这个政见 现在 当然他当选以后 真的当总统可能会改变 可是照他 现在所讲的话 对经济 全球都非常不好 事实上也可以说是 可怕的 跟也许跟这个 Chinese的这个 Hollylanding 这个可怕的程度 不相畅下的 好的 朋友们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3月28号 美股收盘10号的成绩 道琼斯的工业平均指数 上涨19.66 报17535.39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1.12 为涨 报2037.06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6.72 报4766.79 那这些指数呢 都是在上个礼拜末 达到的短期的高点 那有的呢 已经回到了 在年初的那个 没有下跌之前的点 那有些呢 已经平了三天 现在看看 是不是这个 未来的走势 还会继续好下去呢 那现在 以前 闫博士是说 risk off 就是大家觉得 全球的经济 尤其是美国的股市 还有经济 太冒险了 所以因为risk的关系 我们就off the table 那现在有没有 turn to the green light 变成risk on了呢 我们可以这样说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turn on 我们在2月11号的时候 这一个市场 碰到最最底部 这个S&P跌破掉 1850之下 然后就慢慢上来的 那真的risk on 大概也就是说 在Federy 这个year-end 这一个 它的staming以后 就真的大家redive 说OK 我们过去6个月 至8个月 the risk off 就是我不take risk risk off 就是我不take risk 这个risk asset 都受到伤害 那可以从 说从这个3月16号以后呢 我们都可以感觉到 事实上现在就是所谓的risk on 那risk on就是说 我现在愿意来take risk 但是呢 上个礼拜又有一个 这个比利时的这个 这个ISIS攻击 所以又把它打压一下 这个当然就是节外政治的因素 不然的话 造出场的走势 然后野人的staming出来的话 现在可以说 我们过去8个月的 这个risk off 现在这个开关开了 risk on 可以这样说 怎么样解读比利时 这次受到ISIS的攻击 结果美国的股市 还有全球的股市 并没有影响 而下降太多 Why 对 所以我们更确定 当然这是一个 一个可以把你turn off 的一个因素 但是没有 所以野人那一次的statement 是相当重要的 在那个statement以后 把 可以说 把过去 我们提过说 我们年初还在讲说 今年不是有三只 所谓的黑天鹅吗 黑天鹅是什么呢 是中国的slow down 人民币贬值 还有第二个是fat 然后第三个就是 就是这一个 油价的问题 那现在中国的slow down 大家好像在两会以后 大家比较安心 安心的 李克强也讲了一些话 然后最近又开博 所以中国的事情 大家可能就把它忘了 忘了就可以 risk on 然后这个油价 油价也上来了 就甚至上个礼拜 有四天 都在四十块之上 WTI都在四十块之上 OK 所以油价这两只 两只这个黑天鹅 变成这个 这个白天鹅 第二只黑天鹅 这个fat fat变得更白了 我从来没有看过 耶人这么可爱的 所以这三个黑天鹅 变成白天鹅 那就是risk on risk on以后 纵使有差不多一个礼拜前 这个事件 对于美国的股市 几乎也没有影响 那我们更可以说 我们真的是在risk on的 scenario里面 那可不可以说 今天美国的股市 并没有怎么样下跌 虽然说原油这两天 又有一点获利了结的情况 那是不是因为 今天的油价 并没有下跌到 崩掉这个技术图形的感觉 所以让股市 也稳在这个地方 对股市当然了 我们如果从2月11号 现在已经一个多月的 一路上来 没有什么 太长的时间 或太大的调整 那最近也下来一点 这是从图形上看起来 是如果一个月看来 这非常好的 那中间有几个 这个小回转 这个都不错了 那现在事实上 还是在这个形态 所以整个情况 都没有变 中国那个地方 也没有派消息出来 然后这个油价 油价可能也可以 后浪在这里 过去有两次碰到 接近26块了 这可能就从W两个 W两个底上来 现在就看守 35块钱 所以大家也不认为 说它会再破下太多 所以这些负担 这些心理上的不定 都好像就在这 这半个月之内 一下子解除掉 所以从各方面看起来 现在是应该是 是不错的 好 从现在开始看起来 是不错的 三月份就要在 这个礼拜四结束了 这个礼拜五就是 April Food Day 也四月一号就要开始了 通常历史上的四月 对于股市来讲 是什么一个历史的痕迹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对四月份 我们一听到四月 我们就知道说 到十二个月里面 最好的月份 就是四月了 到最好的是四月 然后接下来十二月 十一月 然后S&P四月 排在第三次 差于十二跟十一月 那当然NASDAQ 四月份就排在 排在第四 最好的是在 十一十二一月 所以一般来讲 四月没 没什么不好 甚至于历史上 有一个月份 到用时曾经一个月 涨了一千点 这是第一次 首先看到 一个月涨了一千点 那是一九 大概大家忘了 1999年那一年 四月份 到用时一个月涨了一千点 那是破纪录的 所以而且过去十年 四月份没有跌过 过去十年 我看一下过去十年 四月份没有跌过 平均涨幅算起来 差不多2.8个percent 所以总体来讲 这个四月份 不是一个危险的月份 应该是好的月份 那当然了 可能有很多因素 可能是四月十五 报税也有关系 你平常一般 每年来看 它四月份都蛮强的 强到报税以后 才会慢慢减弱 所以跟这个IIA ROS这些钱进去 可能有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 这四月赶一下 我们不是说了吗 那个去年十月底 我们四月底 一定要比去年十月底高吗 所以到这样子 我们就看这个 一千 一万 一万 一万六三三 一万七六三三 一七六三三 这个点 我们希望四月份能够赶 现在离它不远了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就回来 能拿回多少本金 红利可以一次性的取出来吗 投入这些复杂年金以前 务必寻求第二第三咨询 我是理财顾问Daniel雷 听我两分钟 终身不后悔 与我们联系 电话408-329-7549 408-329-7549 Talenthole是一位 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他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的为个人 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Talenthole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 适合您的理财大技 请致电Helenhole 650-678-0718 下谈详情 纽约人寿城镇 保险金融销售代表 无需销售经验 一共培训课程 合格者有提升经理机会 及多种福利 有益者请致电戴安娜 408-666-8116 408-666-8116 或电邮履历至 ddongft.newyorklife.com 纽约人寿机会军等部主 您在寻找职业方向吗 您想成为您和家人的 健康守护者吗 国际医药大学 4月2号 周六下午2点 开放校园 介绍如何成为 职业稳定的针酒师 假期班热烈招生中 大专可申请中医硕士 不需医学内景 招收留学生 有日间晚间周末班 学费优惠 执照空贵率遥遥典先 硕士生徒 博士奖学金 最高3500元 请致电408-738-8889 408-738-8889 联邦加紧掌席 把握最后时机 大弄的福音 大弄的福音 只要贷款数额 超过62万5 直到300万 屋主自住屋 30年固定3.75 15年固定3.375 112 3.375 712 3.0512 2.875 天上掉下大馅饼 投资房产也可以 哈哈 请多了0.25 金汉子 算得妙 贷款做得快又好 省钱省心梦里笑 请速电510-353-0855 510-353-0855 或金汉龙 达康查询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 严继琳博士时间 严博士你好 大家晚安 那听到4月份 在历史上都是很好的 这个4月月份 并且平均上涨是2.8% 那如果说 已经瑞士的cash 在3月底要布局 那到底是挑 像Dow Jones Utility Average这种 已经创了2015年 在2月的新高 今天来到652点 657.28的这一种的 已经high flyer了 或者是挑 像Russell 2000 还没有回到200天均线 或者是NASDAQ 也比较 这个指数比起来 也比道琼斯 或者是标普500 要糟糕 如何布局呢 我是认为这样 我认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已经提过 Risk On以后呢 我们可以来选 这一个比较 Risky的position 然后它的room 比较多一点 也就是说 像Technology 事实上是 Leged Behind的 还有Energy 还有这个Finance 这些表现 并不是太强 所以从这里 可以下手 你可能会比较 Return会比较好一点 至少我们抓住 前面几个月 可能有 比较 多的甜头 有水 可以这么说 当然你如果是 保守的人的话 你还是follow 这个 Risk Off的情况 我们把钱 放在Stable Consumer Stable 或者是在 Utility里面 但是我认为 这样的话 现在 在策略上来讲的话 现在 这样做的话 有点过于 保守的味道 所以我认为 现在可以比较 aggressive一点 甚至于 像这个Russell 2Sauron 这些小股 我认为它会 Catch Up 至少在前面 四个月的时候 四月五月的时候 它会Catch Up 在Catch Up的时候 你可能 Return会比较好一点 通常Russell 2000它在七月份 左右就要rebalancing 那从现在一直到七月 还有一段时间 那小股 或者是大股 挑起个股来讲 也是比较risk 更多一点 那是不是建议 买一些sector的ETF 来做代表呢 我认为 还是用ETF比较好 因为eventually 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 可能到最后 你慢慢调调调 到最后 要在全世界 美国全世界 来布局的话 可能你最会 最后会走到 这个全是ETF的 这个portfolio里面 慢慢会这样 尤其像我们 年纪比较大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的经历体力 各方面都没有 像当年年轻的时候 这个attention 这么sharp的时候 可能eventually 我们的东西 可能就会 会跑到 这个ETF上面去 这是一个趋势 你的portfolio 你会发现 很多人的portfolio 当年什么小股 大小股 至少有三十只股票 哪一只股票表现如何 一清二楚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可能我们不需要 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ETF也是 这十年来慢慢发展到现在 你各种菜色都有了 我们也就是说不需要去 assume个别公司的一个risk 因为你在怎么样的公司 都会出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 不需要去assume 这个别公司的risk 比如说Volkswagen 对对对对对 你有想到这个德国的Volkswagen 会欺骗 然后股票崩盘 会这种情况 这个都想不到 当年你有想到MCI会不见吗 这个都没有想到 ANRA ANRA是世界一头大象 也不见了 所以这些individual risk 我们现在是不是需要去tag 如果不需要去tag的话 你去用ETF ETF的表现 除非你找到真的是 非常好的一个特殊的股票 不然的话 ETF的表现 跟它里面holding的个股 re turn不会比较差 那比较差 你为什么要去assume 那几十只个股的这个危险 所以那你如果不够的话 你如果比如说 你Russell 2SR这些小股 你买Russell 2SR的指数 你觉得不够刺激 而且现在又risk on 你也有两倍三倍的可以买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个人 我的建议是这样子 eventually你的portfolio 慢慢转到三五十只股票 变成大概十个五个ETF 然后好好的看住这五个 然后来做rotation 或者是怎么样布局 进退这样 我觉得是比较comfortable的 一种操作方法 了解了 盐博士给我们说 五只从现在可以布局 要进的ETF可以吗 ETF的话 实际上现在就是说 三只好了 还是 前三名 还是三名 我们用seq来办 还是一样 XLK XLF 还有XL Energy 还是这三种里面 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加上那个 不在seq里面 不是Health 有一个叫做BioTech 有没有 BioTech 我觉得它有在做Base的味道 如果Bucket没有插出错的话 我希望就在250这边去解决掉 它还是会往上跑的 刚才提到的第三个是XLE 第一就是EGF的Spider的Energy 第一个是XLK是高科技 第二个是Finance XLF 对对 如果seq里面 我觉得这些 那你如果说比较安心一点 你当然你XLU 你可以考虑进去 因为它有义额在那里 收入义额 在低利的环境之下 往后五年十年 市场没动的话 你每年拿两个percent 可能又比银行好一点 对不对 听我们分析一下原油的走势 还有黄金 还有美元的走势 对 美元为什么说Risk On呢 现在就是说 Federn Reserve那个Statement 非常可爱出来以后 就是说美元崩盘 美美等于崩盘 就是94块 差点没手 但是因为ISIS攻击的关系 它又把它Push到96块钱 所以我希望美元 压住在这里 如果美元94块破掉 它就会继续往下跌 那对股市是好现象咯 现在是好现象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D-Word 这个Defression 卡因斯最怕这个Defression 如果美元下来的话 这是Commodity 你看最近这两个礼拜 Commodity 价钱上来 咖啡 还有Lumbo 还有纽约11号金糖 都上来上得很厉害 你看股票好了 你看那个AA 还有这个USD X这些东西涨得 对 如果你看这些 就知道 在今天的这个环境 如果美元弱 Federal Reserve不乱动 美元弱的话 这些东西墙上来 对市场是好的 我们刚才提了黄金吗 对 黄金现在就是 也是跟美元走反方向 走反方向 所以我觉得黄金的timing 还不是太对 黄金的timing还不是太对 倒不如是石油 但是石油 它现在过了40 事实上阿拉伯 我知道阿拉伯 它要把这个石油 印压在40块之下的 因为它打这个美国的 这个Share Oil的话 它认为要打死的话 一定要在半年 一年之内 把它控制在40块之下 让它死得比较干净一点 它是这个打算的 所以它一定会想办法 把你压在40块 至少再压个半年一年的 可能有这个打算 太低也不行 过30它也受不了 因为它国内 这个阿拉伯之村以后 它国家问题太多 那些问题太多 所以油价再下的话 也受不了 所以油价可能就在30 40 中间 这是阿拉伯人的打算 那我想也会这样走 但是有时候 它的打算 如果市场要让它上去的话 我们也可能在今年看到50块的 本来在油价最低的时候 那有一阵子是跌破30块 大家就在估计说 2016年的年底原油的价格 WTI可能回到40块 没有想到在3月就已经达到了 所以离2016年年底越近 很多情况就会更明显化 那用这个道理来推测 那现在距离11月的总统大选 也越来越近 我觉得 严博士 你会觉得 现在美国的股市 并没有price in 如果Donald Trump当选的话 美国的股票会变成怎么样 对 如果price in的话 就相当麻烦了 所以要看企业底两党convention出来 是Trump跟Clinton的话 那如果市场一直赌说 Clinton应该会赢 应该会赢 现在的Paul也是这样 Clinton跟Trump的话 Clinton还是赢10个percent 所以market并没有把它price in 但是如果情况有变 这今年唯一的变数 我们本来讲说 今年三只黑天鹅 三只黑天鹅现在变成白天鹅以后 有变数 变数就是ISIS在乱打 或者是Trump 所以ISIS跟Trump 现在两个抓在一起 今年看这两个 那明年就看新总统了 明年就要看新总统了 那你觉得现在是两个人 一个Clinton一个Trump 两个人哪一个会变成一个 会做一个更好的 美国的下一届的总统的人选呢 事实上如果这两个人出来 我这个票事实上是很难投 因为Clinton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 所以市场对市场来讲 Clinton的稳当选是好的啦 因为至少可以把Washington 把它改在一边 反正你不管是Obama还是Clinton 大概都差不多这个样子啦 对不对 可以这样说 但是川普出来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可是好像今年的这个风 真的是老女人当政 你看现在台湾国民党的老大 还有总统都是女人啦 对这个世界好几年来都这样子 从韩国那个普警惠 对不对 还有这个德国的McKill 德国现在虽然他的声望很低 但是现在出来 站露头脚的候选人 也是一位女的啊 对 所以欧洲问题也相当大 因为这个难民的事情 搞得非常 至少一百万的难民进入欧洲 那这些都是经济的一个问题 欧洲问题相当大 因为全世界这么大 欧洲也是一块很大的地方 如果那边不安静的话呢 对全世界的这一个动力 也是有影响的啦 我不可能在美国独热热的啦 很难做到 像欧洲的情况呢 像OK 这个日本的首相 他已经在宣布了 最近宣布的 他说如果日本刺激京剧的需要 他们除了现在的负利息之外 现在是负0.1 他们还可能考虑再继续降下去 对 因为现在都比负的嘛 是 比负的 然后欧洲呢 如果欧洲的情况不好 其实中国出口最大的地方 是欧洲第一 美国第二 如果中国不大好 欧洲就更糟糕 那美国也是不是太好 那你说中国的出口哪里好 所以这样子恶性循环之下 也没有什么好的现象 所以这些都是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因为美国在带领这个世界啦 但是我就不希望就是说 在明年新总统起来以后 美国这个领头羊的话 后来又自己搞得崩崩癫癫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全世界一起烂下去了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美国的经济已经经不起折腾了 所以现在要当选 要选上一位总统 能够不是说拿美国的前途来做赌注的 而是一上手 一做了总统就得马上真正干对的事 要干好的事 好 颜博士非常感谢 谢谢您 祝您晚安 我们下礼拜再台 好 拜拜 听众朋友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以上言论成熟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西国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 You're listening to KSQQ 96.1 Morgan Hill San Jose and 103.3 San Martin 请不吝点赞 订阅